王小姐很喜欢吃猪耳朵 昨天她到卤味店买卤好的猪耳朵片 王小姐说要猪耳朵100块 老板在切猪耳朵的时候 切着切着 发觉猪耳朵好像不够100块 心想趁王小姐在滑手机没有注意的时候 偷偷切了猪头皮来凑数 没想到竟然被王小姐看到了 王小姐一紧张就大喊说 我不要脸啦 古代有个叫伯乐的人 很会像马 他说了两个徒弟 他叫他喜欢的徒弟像千里之马 他叫他讨厌的徒弟像拙劣之马 但千里马难得一见 因此他喜欢的徒弟 反正没有什么稿头 赚不到什么钱 但拙劣之马 每天市场上都有很多在买卖 因此他讨厌的徒弟反而赚到盆满 饱满 于是韩非子就说 技术比较差的人 获得的利益反而比较多 技术优良的人反而无利可图 他说世界上的事 往往意料不到 古时候有一个浪荡子弟 殿上风尘女子 日子久了把所有的钱财都花光了 只得向女子告别 但他恳求能在女子的手臂上烧一个疤痕 作为纪念 风尘女子说烧疤痕纪念可以 但要烧成四四方方的八戒 让档子问 四四方方的八痕要怎样烧 女子说用一分钱放在手臂上 然后在前眼中烧一烧 就会成为四四方方的八痕 这名男子说 我现在连一个铜钱都没有 女子说没有钱 你就别烧 三国时期李部杀了董卓 取得貂蝉为妃 七分之夜 貂蝉问李部说 上常给你那么勇猛的体格 为什么却让你这么弱智呢 李部说 我如此神勇 你才会爱上我 喜欢我 不是吗 如果我不是有点笨 怎么又会被你们 赴你两人的美人记 连环记所骗呢 貂蝉 顿时 无话可说了 有位经济系的学生 问大学教授说 请问到底钱是什么了 教授说 那要看场合 在礼拜天的教堂 叫做奉献 在学校 称为学费 定分时的彩礼 叫聘金 离分时 付的是赡养费 签人家钱的时候 叫做债务 每年五月 交的是税金 交通违规 交的是罚金 一领退休奉 交的是年金 职场工作 拿的是薪水 案件寄筹的是工资 分期付款 交的是贷款 给服务员的 靠赏是小费 交给绑匪的是赎金 像厂商收起的肥扣叫红包 臭包 因此钱的名堂 真的也非常多 我上网问聊天机器人 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聊天机器人说 人最可怕 特别是三种人最可怕 我问哪三种人 聊天机器人说 没钱不可怕 没钱还懒惰 最可怕 有脾气 不可怕 有脾气 还不讲理 最可怕 老了 不可怕 老了还看不透 最最可怕 想来好像也有点道理 生学考试快到了 老师看学生 乌金打采 昏昏易碎 便临时出了一个脑筋 急转弯 老师说 狗会旺旺旺 猫灰喵喵喵 请问机会什么 没有一个同学 打得出来 老师说 机会 有一个准备好的人 同学们 赶快打起精神 好好准备吧 有个老人家 有个独子 这个儿子 非常不秀 经常忤逆父母 甚至拳脚相向 老人家 却天天抱着孙子 疼喜有家 年纪朋友就问了 你儿子对你如此的不孝 你为何这样疼爱他的儿子呢 老人家回答说 不为别的 让我把他养大 好好为我出气 就要毕业了 国商的阿国 问同桌的同学阿美说 你有喜欢的人吗 阿美说 有啊 阿国内心感到无比的失落 但还是好奇的问 谁啊 阿美说班上的啦 你猜猜看 阿国把全班其他男生的名字 都念了一遍 阿美摇摇头说 傻瓜 你确定名字都念完了吗 阿国 听了就感到惊喜万分 双侠泛红 内心有一阵阵的温热 这时候阿美 却在他的耳朵旁 小小声的说 你还有女生的名字没有念 阿国顿时感到 一阵微微的寒意啊 涌上心头了 古时啊 有个人 拖了人家的牛啊 被逮啊 送到衙门 带着枷锁了 有一种 遇到熟人啊 熟人就问他说 哎 出了什么事呢 那人说 哎 人要备用的时候 喝水啊 都会塞牙呢 我前天 在村外闲逛啊 见地上有根草绳啊 就顺手捡起来了 说人说 紧跟草绳啊 也不至于犯代家所之罪啊 那人说 谁知道 草绳的那一坨啊 还有只 小小的牛呢 有个非常有钱的王婆婆啊 因病过世 在往生前啊 特别嘱咐家人啊 在他棺材上的头衔啊 要写得体面些啊 家人啊 就给道士一大笔钱啊 请道士啊 帮忙想想办法啦 道士啊 想来想去啊 没有什么好夸耀的 只好在棺木上写 某某部长兼政务委员 法学博士某某某 隔壁王婆婆之灵灸啦 以前有个老立委啊 叫李定啊 他按考试委员周恒啊 是好朋友 有一天啊 李定到周恒的家里打麻将啊 周恒的太太就问李定说 你们立法委员啊 一个月啊 到底立几个法啦 怎么天天那么清闲呢 李定就回答说 我们从来不立法啦 天天在外面剃头啦 齐景公啊 叫一个养马官啊 饰养他心爱的马啦 但这匹马突然死了 齐景公啊 非常的生气 就命令手下的人啊 拿着菜刀啊 去肢解这个养马的人啊 这时候燕子啊 正陪坐在井公的跟前啊 齐景公手下的人 拿着刀子啊 就要去肢解这个养马官啊 燕子啊 阻止了他们 并问齐景公说 姚顺肢解人体啊 从身体的什么地方开始 齐景公听了就很诧异的说 姚顺并没有肢解人体啊 肢解人体啊 是从我开始的 于是啊 他就下令啊 不要肢解养马人啊 齐景公又说 不过还是交给监义官来处理 燕子就说 这个人啊 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过 就要被处死啊 请让我为你啊 隶属他的罪过吧 也让他明白啊 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然后再把他交给法官好不好 齐景公说 好啊 燕子就开始数落养马官的罪状了 他说 你知道吗 你现在犯有三条罪过哦 君王让你养马 你却让马死掉了 判处你死罪 这是第一条 你让君王最好的马死掉了 判处你死罪 这是第二条 你让君王啊 因为一匹马的严故而杀人 百姓听到后 必定会厌恨我们的国君啊 诸侯听到后 并会侵蚀我们的国家 你让君王的马死掉 使殷恨在百姓的心中积累 君威在铃口中减弱 你应该被判处死罪 这是第三条 现在就把你交给法官 齐景公听了就叹许说 放了他吧 你还是放了他吧 不要损伤我的仁义名声哦 谢谢观看 请敬洞 谢谢观看 欢迎站